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倩 相信很多朋友,无论是新手 或者是已经做递交手作一段日子的 都会依然有乍交的困扰 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分享关于乍交的问题 以及如何去解决的方法 之前的影片也是有提及乍交的因素以及避免的方法 不过这个影片我会根据自己个人的经验 再和大家整理的更详细更全面一点 乍交是因为递交混合后产生太多的热能 而无法有效的散热 导致加速不过以及产生很多气泡 乍交最常使一个成品失败的原因呢 就是会导致卡着很多气泡而影响美观 至于可能导致乍交的因素呢 我之前有说明过 那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最常导致乍交的状况呢 就有比如说一次性混合太多的分量的递交 再有就是导入高厚度以及大型的模具 例如方块模型 这是我经常炸焦的模具 只要我导入一定的高度呢 它就会开始变稠变热开始炸焦了 那我本身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首先第一我会尽量避免一次性混合太多分量的递交 我就不说那种Table Coaching的那种非常大分量混合的那种递交 就那种普通小瓶装来制作饰品的那种递交而言呢 一次性混合最好不要超过200-300ml 这是网络上的建议 我本身试过的是大约150ml炸过 可能是我使用的是1比1的快干胶类型 比起3比1慢干胶比较快固化 因此呢或许递交的牌子或种类也有可能有影响 有时小分量也可能会炸 不过大分量炸焦的风险毕竟还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有个大概的分量标准 尽量避免还没有导入模具之前呢就已经炸焦的风险 之前呢我会以为一次性混入过后 再分杯装会减低炸焦的可能性 不过呢我发现就算你一次性混入大分量的话 你分杯装也是有可能会导致炸焦 所以最好的话在一开始混合的时候 那个分量就要注意一些不要太多 如果是想制作大分量特别是厚度高的模具 就像我这个方块模具的话呢 分两次混合呢比较能减低炸焦的可能性啊 而在我这种情况的话呢 模具本身容易炸焦的 如果是先导入部分的递焦呢 建议不要相隔太久再导入剩下的另一部分 因为第一次导入的递焦呢 也有可能因为模具本身而已经炸焦 已经开始变稠了 如果再导入新的一个部分的话 就会产生所谓的透明丝 尤其是较快变稠以及固化的快干焦 或者如果底层已经固化了 再倒下去就会产生一个分隔线 第二尽量不用热水浴 如果你的递焦呢是容易炸焦的类型 或者呢正在做成品是容易炸焦的 之前已经炸焦好几次了 建议呢可以不使用这个热水浴消泡的方法 因为递焦呢本身如果已经容易炸焦的话 再加热的话呢就会使那个炸焦更容易发生 或者更快炸 如果你的递焦是比较稠款的呢 建议呢搅拌的时候不要太快速 或者太大动作产生不必要的气泡 或者在放置的时间呢减少 或者那个温度再降低一点点 可以的话也是可以买那种真空消泡机 或者消泡机滴入消泡机来消泡 第三使用冷水浴 这个方法呢我自己有试验过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不错的 所以我也想推荐给大家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情况呢 这个模具是导致炸焦的因素 只要我导入一定的高度呢 它就会开始变稠变热开始炸焦了 因此呢我会先把这个模具放入一个凉水浴 然后我再把递焦倒入 这样做呢我发现虽然我不能阻止炸焦的发生 但是呢我可以避免密密麻麻的气泡产生 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凉水呢 会有帮助到那个递焦炸焦时候产生的热能 帮忙散热让那些气泡不会卡在里面固火 那么这样做的话做出来的成品当然是比较美观 当然如果你混合了地焦过后呢 觉得杯子开始烫熟了 或者更严重的发现那个地焦变得很稀 然后有发热的那种征兆 有炸焦的征兆了过后呢 也是可以马上使用这个凉水浴的方法的 如果你的炸焦情况严重的话呢 当你放在凉水浴的时候 你也会感觉到那个凉水呢开始变暖和了 那是因为那个热气已经散到那个水里面去 以上就是我建议的避免炸焦的方案 以及我个人经验 炸焦的几率很难说 但是以上所说的炸焦因素呢 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好的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些资讯呢可以帮到你们 当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对于炸焦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 还是之类的 有什么想要补充的话呢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 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可以点个赞 想看更多的地焦手作影片呢 也可以订阅我 那么下一次更新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知道了 好那么下期见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